今天是2020年的3月21号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因为我和我的太太在佛罗里达旅行 因为美国发生了比较严重的疫情 那么今天开始佛罗里达州的所有的公共的区域 都采取了封闭的措施 那么我们为了比较对当地的整个防疫措施的情况进行了解 所以也出去看了看 发现了有几个情况 第一个路上的情况是比较不怎么乐观的 因为路上的车特别多 跟往常一样 虽然美国发布了居家的令 就是要在家里头不要出门 但是路上的车辆丝毫没有减少的迹象 到处是车 出去了之后 总体上感觉跟在没有发布这个命令之前的路上的车的状况差不多 所以这一点我比较担心 因为貌似这种所谓的这种行政命令 对好多美国人没有产生任何限制性的作用 或者是对他们产生一种震撼 没有 现在看不出来这种迹象 那么我们在寻查或者是在观察的过程当中 经过了几处商场 像沃尔玛和其他的有一些当地的商超 那么发现商场的车辆爆满 跟原来一样 天天反正购物的人群特别多 那么发现整个商超跟原来的运转状况一样 那会不会在刚发布的行政命令过程中 有很多人也有内心的这种恐慌的情绪 然后采取了去商场 采购或者是去储存有一些必须的 或者是必备的生活用品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但是有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 因为我们都躲在车里头 也不敢出来嘛 所以我们在隔着车 玻璃去看观察的时候呢 这些在商超啊商场呢 进进出出的人群啊 是丝毫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的 这一点呢是令我们比较担心的 到底他们是没有口罩 还是不愿意戴口罩 还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我们对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 只是看到的现象是这样的 没有发现 我们转了几个小时 没有发现一个人戴口罩 也没有发现商场 采取什么样的这个保护性的措施 都暂时还没有发现 今天是行政命令执行的第一天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对于城市的整体的感觉 那整体的感觉呢 感觉这个因为坦帕 我们距离坦帕比较近 所以呢就去了坦帕 那坦帕呢是因为 是美国佛罗里达旅游的最热点的城市 它比较有特别好的海滩 好像是美国最好的海滩都在坦帕 也有比较著名的 有一些温泉啊 有一些度假的这个区域啊 都比较丰富 也就是说它的旅游资源是特别丰富的 那么感觉城市的整体方面呢 没有被这个行政命令所影响 好像发现他们该做什么还做什么 但是呢我们到达了旅游区之后呢 到核心的旅游区之后呢 发现旅游的人群呢是减少了 大概比平时可能要减少一倍左右的吧 公共的海滩 公园都已经关闭了 我跑了大概有几十公里的海域 都已经关闭了 也就是公共的海域都已经关闭了 但是呢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比较严重的 因为我们就沿着海滨大道在开 公共的区域是关闭了 可是海滩上还有很多的人 后来仔细观察发现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 私家的海滩仍然聚集着大量的人群 第二个呢 是沿着海滩的酒店 也就是说酒店的海滩 还照样在对游客开放 也就是说对可能是住他这个酒店的客人开放的 可是你别忘了 他们这个度假酒店呢都很大 接待能力极其之强 几千人的居住 特别恐怖 那么几千人的居住的情况下 有十分之一的人在海滩上就不得了了 好几百人 所以对应的那个酒店的宽度 所覆盖 辐射的这个海滩呢 我就能够看到大量的人群在海滩上 这个情况呢 是比较普遍存在的 而且呢 在沿着坦帕的这个海滩呢 这个酒店呢还特别多 后来我就想 我说发现在马路上 在大街上人群减少了 其实他们都在酒店里 都在酒店里 然后呢 他们也还在享受着海滩 享受着这个阳光 享受着各种这种 只不过是公共的 因为公共的这种区域的海滩 可能对于当地人提供的这种服务更多一些 那么当地人对它的使用频率更高一些 那这些地方已经关闭了 当地人也有很多人 在家里头待起来了 当然也有很多人待不住嘛 他就往外跑 所以我们还发现了一个特别令我们担心的情况 就是有一些野海滩 你说它是公共的区域吧 那肯定它不是私人的 也不是酒店的 那个地方呢 就没有被开发的 你比方说就在路边 也没有固定的停车场 也没有 可是呢 这个车往那一停 然后人就下去了 就去水里面去了 我们就发现有很多 那么野外的这种海滩 也聚集了大量的人群 我估计这一部分聚集的人群 就是当地人了 因为外部旅游进来的人呢 基本上都在酒店 那么这一部分人呢 因为公共区域的海滩关闭 导致他们大批量的人群呢 聚集到野外的这种野海滩 所以呢 这个地方也仍然聚集了很多很多人 如果大家都是按照这么一个逻辑 按照这么一个思维 按照这么一个对待 新冠病毒的思想态度的话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这个发病的数据的直线上升 颈喷式的上升 爆发式的增长 肯定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我们在转了 转街的这个过程当中 发现呢 美国不管是走在大街上的 还是呢 这个在野外的 还是在什么地方的 你但凡能够看到的人群 你能够眼里的所见的人 包括加油站 它是没有任何的防护措施 没有任何人 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机构 或者是家庭 因为经常看到居家几口人 七八个人 六七个人外出的 不管大人或者是孩子 还是老人都没有 完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所以呢 我们在今天 转了一圈之后呢 心情稍微有点紧张 可能我们需要调整 调整一下节奏 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 很多这个 加强防护方面的措施 和我们针对我们自己 生活方面的细节 包括物资的储备 等各方面 我们都需要 做出最坏打算的调整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 谢谢 谢谢